由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批评 部分公务员对基本法认知不够 政府说会加强公务员在基本法方面的培训 在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议上 有议员关注公务员的政治中立政策 以及对基本法的认识 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呢 连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官员 对于解释基本法22条都掌握不了 我们如果请很多人回来 都不了解基本法或者一国两制 断章取义的那又怎样呢 公务员应该宣誓 不知道搞成怎样呢 不可以只看中立的嘛 政治中立就是专业做事而已 但专业的大前提 专业还是专业 你都要是支持特区政府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们是要加强基本法那方面的培训 这个我们是 一向以往都承诺我们会做 过去也都在立法会大会提过 执訊的时候就是宣誓的问题 我们也都承诺了 我们预计在暑假休会之前 我们希望有一些进展或者报告 是带回来告诉议员听 他又提到截至2月中 若有27,400人选择延长公务员服务年期 占整体合资格公务员四成九 当中约六成二是民职 其余是纪律部队人员 距离选择期限还有几个月 相信不少公务员在临近限期之前 才会做选择 无线电视机载随指认不到